你太小看公司了 你们闹出这么大动静 会认为公司没有行动 你身为贾赫忍者 还在担心龙国人 你的思想不对劲 我从小是个孤儿 三岁起 就开始接受贾赫的残酷训练 成年后为了掩护身份 进入娱乐圈 拍摄了许多不喜欢的影视作品 快跑 沐尘峰就在山上 只要我们和他会合 我们就安全了 大家小心 紧紧周围 不论如何都要保护郑小姐安全 这群贾赫忍者 等老子有机会 非得扒了他们的皮 不好 去你的 竟敢些偷鸡摸狗的事 有种堂堂正正一战 死吧 雲中咒 铁不身 你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龙国的垃圾 只配死在贾赫忍者的刀下 老二 老三 我要你的命 现在你们的人 都被贾赫忍者缠住了 受夏先生委托 来收取你的生命 你们为什么要来龙国做这些事情 各自在自己的国家好好生活不好吗 我只想被重视 我只想过我想象的生活 我 我 不想死 我想活下去 终于赶上了 只有你一个人 不论是谁 在强大的贾赫忍者面前 只有死路一条 谁说我只有一个人呢 这么多贾赫忍者 不知道你们的血能不能让我更兴奋 得救了 所有金结工给我打扫干净 不放过任何死角 你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走吧 少爷还在上面等我们 看到了吧 这就是公司的力量 贾赫还想与我们为敌 真是蠢货 其实首领也反对这个决定 但是安奈小姐强硬的态度 再加上他和你们那位的关系 最后才定下来的 安奈小姐 就是你们贾赫十二人里 排名第一的人吧 他这么着急地来 想干什么 如果说卢川郡是疯子 那他就是个神经病 他想 杀光龙国人 先不论他有没有这个实力 就算我们站着不动让他杀 他杀个三天三夜也杀不完 终究还是坐井观天的蠢货呀 轻点轻点 耳朵要没了 你不要给我娃娃叫 上你跑 跑得越凶 老娘打得越凶 停停停 有外人在 给我留个面子 走 跟我进屋 我是招谁惹 哪个人能扛得住天天都来 兄弟 你几个意思啊 刚才公司已经调查你们了 但是最后却是查无此人 就不先解释解释 让开 我心烦着呢 等等 我现在窝火着 我劝你别惹我发火 你可以试试 这把火能不能烧到你 狂妄的小子 你的火焰是秘术的威力 你自身也是半步凝气的实力 但是你这种高手还这么阴险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渝州木尘封 宁气巅峰 我没有恶意 我只想进真正的昆仑 希望你可以给我带路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但是完全不重要 我们夫妻俩 身为昆仑守门人 无论是谁在这里乱来 只有一个结果 我的乖儿子啊 是爸爸不好 不小心吵醒你了 一会儿爸爸给你骑马马 乖儿子 好好听话 听话爸爸再给你骑着玩 没想到龙国数一数二的高手 还有这样一副面孔 陈锋君喜欢孩子 我可以帮忙的 哈 大姐别闹 少爷 我们赶到了 账上 这一路上我出了这么大力气 你仔细想想要怎么补偿我 晚上我在酒店等你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哼 一点也不懂情趣的小男人 你不该缠和姐妹 这件事已经超过了郑家的实力 除非你想郑家一夜消失 我 我没想这么多 我只想帮你 所以答应了吴小姐的要求 哟哟哟哟 多痴情的姑娘 可惜某人一点都不懂情趣 你 你 你